大婷 Hello 大家好 我是菲菲老师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 我要教给大家一系列 有关于肩 背 还有胸的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 腹 握 撑 说到腹握撑呢 它主要锻炼的是你的上肢 腰部 以及腹部的肌肉 尤其是胸肌哦 其实你之前做的腹握撑 是这样的 这样的 今天呢 是让菲菲老师来告诉你 什么才是正确的腹握撑 只要你能够按照菲菲老师 今天教给你的腹握撑 选择适合你的动作 每天坚持的做上三到五组的话 一个月以后 一定能够让你在镜子中 看到自己完美的上身体现 对腹握撑来说呢 男生肯定要采取平板的姿势 就是她的脚踝 臀部 还有肩部 在同一条的水平线 可是我们女生呢 就可以偷来一下 用半柜式的方式去做腹握撑 注意 臀部可千万不要撅起来哦 虽然说你们展现臀部的时候 是所有男人眼中的交比 但是做腹握撑的时候 一定要扎紧臀部 也是一样性感的呢 如果你觉得一种姿势很无聊 和法味的话 那我们就换个姿势了 同样是把你的手放到你的胸前 可以体称一个爱心的形状 做心形腹握撑的时候 注意要把手 放在胸部的正下方 做的过程中 一定要挺胸 修复 菲菲老师 绝对不会允许你 弓腰踏背哦 还有一种 难度比较大的腹握撑 三脚下斜式扶握撑 作为我们女生来讲呢 可以用瑜伽球来代替 做下斜扶握撑的时候 要把你的脚抬高 比地面完美的成 30度的夹脚 做扶握撑的时候 还是一定要抬头 比胸 冷面的像一名贵族一样 其实作为女生来讲 健身后身体上温温的汉液 也是吸引健身房 众多男士的秘密武器 今天呢 就到这里了 菲菲老师教你的所有动作 男生也同样可以做哦